那个爸 我呀给你说个事 怎么了 我朋友啊 让我一起出去外面打工去 不行 这你说说 这你哥都出去打工了 你再出去打工 这家里边还有人没用呢 爸 这现在咱们村子里不是不景气吗 再说了 你说 我一个小女孩 我在咱们村子里啊 什么钱也挣不到 还不如出去外面打工呢 外面工作又好 工资又高 就是因为你是个小女孩 这爸才不放心 你看啊 还是别出去 说在家好待着吧 爸 你说说 你这都是什么思想啊 跟漂亮出去打工有大伙钱 他能挣大钱 是啊 爸 嫂子说得对 嫂子 我要是不在家了 就麻烦你啊 多照顾一下我爸 行 照顾爸还不是我应该的吗 你看 真是管不了你 既然你想出去啊 那你就出去 我也拦不住你 你啊 叫外表 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爸 放心吧 喂 爸 怎么了 女儿 这爸的钱又没了 你再给爸支一点吧 爸 我一个月给你打十万 这钱都不够花呀 你就别管了 你就再给我打点吧 那行吧 那你啊 这个等下午啊 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行行行 快点啊 嗯 这十万还不够花 小王 总监有什么事情吗 我每个月让你给我爸卡上打十万 你都打了吗 打了呀 那单据不是也给您看过了吗 嗯 那个呀 我爸呀 他那钱不够 等下午啊 再给他打五万过去 从我账簿上转就可以了 行 总监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了 下去吧 好 这不对呀 这农村的消费这么低 我爸他又不买什么东西 一个月十万都不够花 哎呀 这我爸他不会上当受骗了吧 我得回家看看去 我让你给亮亮打电话打了吗 打过了 他说下午给我打过来 现在了都没动静 平常你跟他打电话钱立马到账 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 没有 我说 明珠 你是不是也太贪心了 他每个月都给我打了十万块钱 我已经都给你了 你现在还让我让他打钱 什么 那都干什么呢呀 还有 不该你管的事你就编了 那 那我电话也打了 只能让我吃饭了吧 吃饭 你也想吃饭啊你 吃饭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今天啊 跪着吃饭 我再怎么说也这么大 也让我跪下 你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怎么 你儿子还不说什么呢 跪 你 你跪跪 你 丑子 干嘛呢你 你再聊 爸 你终于回来了 你再聊 爸 这 丑子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丑子 这就是你招呼爸 你就这样招呼爸的 不是 丑良 那 那都是爸自愿的 你还撒谎 我刚才 在门口都听见了 连我每月给我爸打的钱 都是你把花了是吧 对 丑良 你每次给我打的钱 他都给我拿走了 拿走就算了 不让我吃饭 丑子 你 你怎么这么逮毒呀你 这 这好歹 你也叫生爸 你就这样对咱爸的 丑良 这 我在家里照顾他 你哪钱 那一赢就是给我的 好 这 我也没怎么过着他呀 丑子 既然你这样说了 行 我从今天起啊 我就把我爸接走 这你啊 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对 对 丑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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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吧 我真的会错 啊 我以后 跟那爸好了 行了 你这种人啊 我早就看穿 你的真面目了 爸 咱们走 丑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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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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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